收到一封信 上面写的Extremely Urgent Materials Inclosed 意思就是里面有超级紧急的材料 然而这封信被送错了地址 它是应该被送到另外一个地址给另外一个人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超级急迫的 超级紧急的这种信件 怎么会送错地址 看来送快递的人也很急 在美国不管是送信还是送快递 他们从来不会给你打电话确认的 像在中国给你打个电话 在不在家我给你送快递 在美国不存在的 在美国如果他给你打电话的话 他通常视为是一种打扰 所以这个是文化不同造成的差异 怎么说呢 也方便也不方便 所以现在这个重任就落在我身上了 因为这是一封很紧急的信 我就去这个地址帮那人送一下 走吧 去这个地址拐一趟 一路之隔 我们家在那儿 它应该送到这儿 所以这个快递员太粗心了 人家那么重要的文件 我们又来这个Alter这个小区了 但是今天不是来拍房子 今天是来找一个朋友 那待会呢 帮大家拍一些正在建筑中的房子 全是木质的结构 这个也是比较能够体现这个房子 最原始的这些特征 那美国的西海岸的房子呢 就是它大部分是木质结构的 因为它会要求有更强的抗震性 木质结构的话 对比水泥性的话 它会有更高的这种柔韧度 然后呢 这个比较便于装修 拆墙然后干嘛 这一片就是正在建的房子的区域 你看到全部都是木质 这里就应该是进门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客厅 这边应该是厨房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下属的管道 这边应该是餐厅 这里是院子 有个推道名 后院 这边应该是厨房的服务间 这边应该是进门的厕所 隔着这个厂码可以看到有短的 这边是上楼的楼梯 这个房子是三层的 还有一层可以上去 二楼的卧室的分布 地上写了一些关于卧室的尺寸 这是一间卧室 洗手间 这边是另外一间卧室 这里应该是主卧 进来之后 一边是卧室的部分 一边是更衣室的部分 开次了 这里应该是二楼的一个厅 电视厅 这边是一些房间 这楼有三层 我们去看一下三楼 三楼专门有一个厅 这是前院的部分 不对 这应该是车库 然后这里出门 这应该是车库 这边正在搭屋顶 这一栋已经基本上建好了 在这个外厂 今天带来不一样的看法 其实我应该找一个安全帽戴一下 还挺危险的 万一掉东西下来砸到我就麻烦了 小时候去暑假里去工地玩 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脚踩到一根弯曲的钉子上面 然后翘起来的部分 扎到我的脚后跟里面去了 真的扎进去了 然后我自己把它给你知道吗 拽出来 然后回家又怕挨骂 就借了一盆水 自己把伤口洗一下 洗干净 结果洗了一盆血水 后来还是被爸爸妈妈知道了 肯定会知道的 因为还挺严重的 就去打了那个 叫什么 包 就去包扎处理了伤口 然后暑假里就老老实在家呆着 所以刚才我突然想到 哎呀还挺危险的 好吧今天给大家看了一下 不一样的看房 这个建筑中的房子 还怎么放学了 准备带Lucas去学跆拳道 妹妹也要跟着去 Lucas还不太会滑这种 没关系 你会滑 你会滑 OK 加油 走 刚才在拍Lucas练足道的时候 出现一点点小不愉快 一个妈妈过来跟我说 她不希望她孩子出现在我的视频里 我说OK那没有问题 这段视频我不会用 他问我能不能删掉 我说也没有问题 我可以删掉 并且我也真的删掉了 然后我就意识到 他也注意到别人在拍了 但是他却没有制止别人 那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刚才这个东西是针对我吗 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说不是 但是他突然意识到就说 很多人在拍 除了我之外 他就不好去跟所有的人讲 他会去问这个经营者 或者是问这个教练 这里面的关于这个 隐私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那我就接受了他的道歉 我觉得如果是针对我自己的话 我是不能接受的 并且我也不会同意的 那现在我也想知道 他这里面的隐私政策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视频 所以我现在把我已经删除的视频 又恢复了 如果大家在我的视频里看到了 那说明是可以用的 如果没看到 那就是不能用的 昨天我几乎差一点 就放弃发布视频了 因为我昨天真的是被Lukas给气坏了 昨天我在陪他弹钢琴的时候 他老师上个礼拜六 教的所有的内容就集中于一点 就是让我纠正Lukas弹钢琴的手指 他习惯于这样平地去按这个琴键 但其实老师说应该像抓住一个橘子一样 这种这样按下去 那我昨天一再地纠正他 他还要这样去按 我真的是一下就发火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弹了 真的是很生气 脑筋充血你知道吗 就是后来我就也没有心情做视频 也没有 不想做任何事情 就觉得很沮丧 我就问我老婆我说 我们还到底要不要让Lukas继续弹钢琴这件事情 后来真的是我跟他冷战 我说你不要叫我爸爸 不要理我 冷战了很长时间 他最后自己觉得说 哇真的惹到我生气了 他自己就爬到椅子上去 乖乖地按照老师教的正确的方式去弹 然后在我最生气的时候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说别Lukas最后也没学会 我自己还给七个半死 然后这条朋友圈呢 就收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回复嘛 就是分两派的意见 一派是说不要强迫他 他喜欢就谈 不喜欢就不要谈 如果没有天赋的话 就意思是放弃吧 或者是不要坚持 另外一派就跟我说一定要坚持 说孩子的成长就是来自于大人的坚持 后来我就选择了后者 我认为即使很生气 但我依然想坚持让他做这件事情 孩子其实不懂得什么是好生之不好 要不要坚持 我觉得孩子的坚持就来自于大人的坚持 我真的是昨天给七个半死 但是我仍然决定坚持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小时候 我父母能够强迫我学一门艺术或者是乐器 因为我自己不会任何 我爸爸会 我爸爸会口风琴 还有笛子 还有一些反正很文艺新年的那些东西 但他没有强迫我做任何这方面的学习和练习 那我就不会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也尝试过自己练吉他 但是也是半途而废 所以如果我小时候被强迫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现在可能会比现在的我更加优秀 所以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做 不过我不是怪他们 只是说我现在应用于我身上的我就觉得说 我希望我孩子能这样做 我希望他们坚持 那我希望他能坚持的第一步就是我自己要坚持 虽然我很生气 我真的很沮丧 那种很负面的情绪把我打败了 暂时的 但是我现在又 你知道吗 我还是给自己鼓气 我不能放弃 我要坚持 我坚持他才会坚持 所以后来我打了篮球 打篮球之后我觉得也算是一门技能 哇塞 哇塞 你的灯光 哇塞 路克斯你刚才真漂亮 哇塞 灯光好漂亮 你看 看到没有 灯光 发生错误了 然后我打了篮球之后呢 我觉得真的也是一种技能的提升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会更明白如何组织一件事情 如何协调一些人的关系 因为大家组织后卫嘛 然后就真的还挺有帮助的 对以后包括社交啊 做事情啊 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让卢卡斯谈情 然后会在培养他的过程中 更多的努力去对抗这种负面的情绪 所以我们坚持了孩子才会坚持 希望跟 有这样情绪的家长共勉 加油 哇 开到爪虫里去了 哇就开到爪虫里去了 快点 太早 是故意了吧 老虫里去了 也是故意的吧 露虫里icio 左虫里去了 未来 其实也emy了 ífic 真的 如果表情 还是蛊虫里去了 homelessness cer es 噘 水 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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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斯